Hello,你好,我是西门 大家好吗?还习惯吗? 今天是我们马来西亚 进入这个行动管制令的第五天 相信大家在这五天里面 都是吃饱碎碎饱 吃,然后滑手机,看电视 很多朋友就会开玩笑说 这个14天过后一定会变胖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会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时代 像我这一辈的人 没有想过会跟全球各地 因为大家同一份的忧虑而靠得这么近 我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没有经历过513的事件 但是我有经历过SARS那个期间 但是这一次比SARS来得更加的严重 更加的紧张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COVID-19 在农历新年之前 在中国武汉就开始爆发 然后我们当时每天都在关注新闻 我们也看到中国如何的抗疫 如何的采取这个封城的隔离策略 当时我只知道说 这个疫情的开始 这个疫情的爆发已经严重影响我的生意 还有接下来我的工作 没想到马来西亚在这个时候 也会面临这么紧张的一个时期 原本只有数十个人确诊 当时并没有死亡案例 到今天已经累积了破千的确诊人数 然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8人 或者是更多 每一天我们都非常紧张地留意 这个电视台的新闻 几乎每一天都有过百人确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担心的事情 所以马来西亚实行了锁国 实行了行动管制令 就是要大家留在家里 其实这个管制令的确对国民 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 除了政府规定的一些行业 一些的领域之外 一律不准营业 甚至在一些特定的州属 也开始采取了营业时间的管制 那非必要不要在外面逗留 买了东西就赶快回家 其实这次爆发点在于很多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万人宗教大集会的群众 有的人试着隐瞒他的病情 有的人不肯自我隔离 有的人不愿意自首去做这个检测 导致呢 目前也有很多的医护人员以及警察被确诊 在前线的其实不单单只是医护人员 还包括了像军警啊 送餐员啊 送货员啊 还有在商店 在便利店工作的这个服务人员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在高风险的情况之下呢 在为大家服务的啊 当你接受咨询的时候 请你说实话不要向医护人员隐瞒任何的信息 不要因为你的自私影响整主人 不要因为你的无知导致医院必须要关闭消毒 不要因为你的疑传导致疫情的扩散 资料表示呢 病毒离开人体只能够存活48到72个小时 这意味着病毒若是透过病患 以这个打喷嚏或者磕瘦的方式呢 传出体外 它将能够在空气或物体中存活至少两天到三天 如果说我们全马来西亚的人民啊 能够乖乖的遵守政府的指示 在家进行隔离两个星期 病毒就会因为找不到宿主 找不到人体而死亡 如果我们继续的在外面逗留啊 吃饭啊 继续的在外面觉得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话呢 那事情会越来越严重 病毒就会很开心的找上你 并且利用你去寻找下一位的受害者 在马来西亚呢 有135家的政府医院 9间特殊医疗机构 926间的家户病房 152台无创辅助呼吸器 142台的移动式呼吸器 210家的私人医院 马来西亚医药协会警告 如果说疫情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呢 马来西亚的医疗系统和配备将无法应付 其实我不晓得 现在大家心情里是乐观还是悲观 还是无所谓的心态 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点悲观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四天的管制令 如果说疫情没有改善的话呢 这个管制令我觉得一定会延长 延长的话会带来更多重大的影响 包括了可能企业倒闭 包括很多人失业 包括可能收入减少等等 会有很多的后遗症 很多的问题 各位朋友 在这场疫情过后留下来的 不是罪状罪健康的 而是遵守指示 有公民意识的爱惜生命的人 医护人员已经在前线 用生命帮你我在打仗了 请帮帮我们好好待在家里 Please stay at home 我们一起加油 今天晚上就会进行 请站住 一定要 银行